在美食很多的士林夜市 最近大家说路客大量减少了 但是没有关系 他们现在把目标转向的 像是日本韩国东南亚 还有欧美的旅客 特别派出会说日韩语的店员 甚至他们说其实日韩旅客 或是欧美旅客 他们的消费率比路客高 不只日文韩文也没问题 亲切问候 以观光局五月统计来说 陆客减少一成二 相对的日客成长一成六 韩国也成长了7% 港澳微幅增加0.44% 印尼更多甚至有两成四 五月观光客来台 比去年同期小幅成长1.87% 士林夜市受到商机 大推上百家友善服务店家 还有英语日语韩语咨询服务 多种语言版本的地图跟手册 夜市拼观光 当然要国际化 东南亚跟欧美的观光客来士林夜市 加倍的金额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陆客大部分都是用完晚仓才来士林夜市 那士林夜市所卖的不是 大概也不太适合他们 陆客止步消影后续发酵 还有待观察 眼前夜市店家求生存 先瞄准日韩东南亚客下手就对了 记者吴振宇黄时分台北报道